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對我們來講我們玩的盤子 它有A股有港股有美股對吧 我們其實都玩這些盤子 你們可以做多收衝 對不對很多方式 對對對 我們有很多方式 而且很多方式很多東西是有門檻的 對吧 比如說美股做空力 可能要50萬美元起步 對吧很多東西是有門檻的 是 所以一般人是沒有辦法的 好不好 大佬的這種分析聽聽就好了 散戶還是乖乖的就是 現在就別進場 現在別進場 農草手可以 流滴可以 好 來 大佬這麼久沒來了 除了聊股票我們還聊些什麼 聊 聊什麼 聊賴清德 可以啊 來 你怎麼看賴清德祖國論 來 來一下 因為我最近特別忙 我十一的時候我去韓國旅遊了一趟 然後我回來 也不說一下 然後韓國跟朝鮮就要幹起來了 所以我想說的是從那個韓國和朝鮮這個局勢啊 就是反過頭來看賴清德的這個情況 那我是覺得賴清德最近的所作所為啊 就比如說祖國論啊這個什麼酸食講話等等啊 那他的這些行為驗證了一句話 嗯 就是呃 俄羅斯當時那個信用發布那個美女說的那個話 就他那個美女的那個那個那個發布那個怎麼新聞 外交部的那個新聞發呃發發言人吧啊 啊 說的那句話 就是說邊緣政客 他說賴清德是不要不要在那裡廢啊 不要在那些狗在廢這樣 呃 對他他他是這樣 他的俄語的原翻譯是不用在乎一個邊緣政客的廢教 嗯嗯嗯嗯 就是他他他認為他認為賴清德是個邊緣政客 嗯嗯 就在國際社會裡面你是一個邊緣政客 就嗯 就你不是一個正中的政客啊 就政治人物 那我自己覺得驗證了這一點 因為為什麼啊 因為賴清德最近說的話越來越離譜 越來越奇怪 嗯嗯 那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明顯是沒有在一個政治氛圍裡面 就是說他沒有在一個中美抵抗 或者是啊什麼東東東東西抵抗的 這樣一個政治氛圍裡面嗯 講出的就是說明說明他的政治地位 在整個國際社會裡面非常邊緣 嗯嗯 那麼就是說呃 他沒有辦法接觸到美國的政治結構 所以說他不像當年的那個 蔡英文等等啊 嗯 因為蔡英文他有可能會接觸到美國的一些政客 那美國的一些核心政客會給他一些方向 他講話就相對比較靠譜 那賴清德他沒有辦法接觸到美國的核心政客 所以他講話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判斷 嗯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接觸不到美國的時候呢 他只能接觸特爾秋七次嘛 他接觸日本 對吧 他有可能他接觸不到日本的核心政客 他只能接觸到一些呃 一些呃 右翼 右翼 右翼對或者是一些那些人 那這些人呢 會給他傳輸一些觀念 嗯 他會把這些人的觀念 單做國際社會的觀念 就是西方的觀念來講 嗯 我覺得他可能是陷入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環境裡面 因為如果是美國指揮他來講 他不至於講如此之離譜及幼稚的話 嗯 因為呃 對 那如果是日本指揮他來講呢 本來就很奇怪了 那也不至於講到如此的幼稚和奇怪 嗯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是想努力的接觸到 美國的核心政客 嗯 但是他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到 呃 所以呢 他只能去接受一些日本人給他的一些傳輸 講一些奇怪的理念 嗯 來說這些話 因為我那天看到你 你去那個採訪那個李勝峰老師 對我的啟發特別大 嗯 就是說 你有 我也是 對我啟發也很大 對你說 對我的啟發特別大 啊我是覺得在台灣他有他的政客裡面 有一部分人 他是獲得了美國的認可的 當然他的信息會比較準確 啊 當然我的我的觀點啊 就是從他的他的觀點裡面研發出來的啊 嗯 因為他講的一些原理性問題嘛 對吧 就包括例子結構性的問題 對 我是講的是研發性的我的觀點啊 就是說 OK 你有一部分的政客 通過他的行為特徵 或者是他的他的外交的手段 嗯 他可以接觸到美國的核心政客 或者是核心的勢力範圍 那麼這些美國的核心勢力範圍 會給他一些反饋 他通過這些反饋 來判斷美國的想法 他發出一些他的言論 比如說蔡英文就很典型 嗯 因為蔡英文是完全倒下美國的 對 所以美國會給他一些確定性的信息 是 比如說 我不希望你們兩岸過過熱 對 我也不希望你們過冷 對 那你應該說什麼樣的話 嗯 那蔡英文說的話就相對來說比較得體 第一 不容易引起大陸的大陸的憤怒 嗯 第二 美國也不會覺得他說的有什麼問題 嗯 但賴清德的情況是他可能接觸不到 所以呢 他又想說 對吧 那他必須要說 因為他不說 他永遠不能引起美國的注意 對吧 所以他就必須要說 他說了這個過程中 他說的話就很奇怪 那這些奇怪的話 就會導致美國和中國都不滿意 嗯 中國大陸都不滿意 那麼現在的情況其實就這樣 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 美國對於賴清德他也不滿意 嗯 中國對於賴清德他也不滿意 對吧 所以我是覺得我不曉得賴清德 繼續往下 他對於這個國際發聲 嗯 他繼續怎麼發生 因為他現在發現他碰壁了嘛 嗯 他繼續怎麼發生 我 我是覺得我的看法是這樣 嗯 就是 然後 我記得 我記得聖峰老師那個時候跟我講的是說 賴清德他受到日本的 所謂的一些政治浪人的影響 哦 就是他的這個思想 對 那就是你所謂的就是 不是核心邊緣的那種政客了 差不多這種 嗯 對 就是理論上來講 如果你能接觸到美國正確的傳輸 就美國人說 我希望你在現在怎麼做 嗯 那他 他一定會按照美國人的想法去做的 是 可是他可能接觸不到 對 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特要求其次去找日本人 對 對 然後日本人跟他說 哎賴清德我跟你說 這麼敢 這麼說 對 他有可能會覺得這些日本人代表著美國人的想法吧 對 我也不知道 但是現在事實情況就是這個樣子啊 嗯 OK 對 所以讓人有點有點提笑 提笑皆非要 不好說 嗯 不好說 好 OK 好來 那還有什麼 嗯 在聊什麼 在聊點 差不多了 就看賴清德 那 那你看這個軍演呢 你覺得軍演怎麼樣 兩岸危險的嗎 你的看法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這個事情確實有點危險 但是我自己認為還是要放大到一個整個的國際局勢來看的 就是說 美國呢 現在他是希望把東亞呢 把從他的理念裡面把它變成一個火藥桶 嗯 因為東亞如果足夠穩定 美國一旦降息 所有的錢都會讓東亞跑 是 那不管呢跑中國跑日本 那錢都會讓東亞跑 對 因為美國已經已經已經這麼久的這個升息嘛 到現在他必須要降息 他沒有辦法了 他已經到達一個經濟危機的邊緣 他必須要幹這個事情 他幹完以後錢會讓東亞跑 但是東亞如果足夠穩定就能把這些錢都收下來 對吧 所以美國不可能容許東亞是一個穩定的東亞的 所以 所以美國他希望東亞有問題 這就是剛才我說從韓潮問題回頭看 那也就是說 美國呢有可能會說啊你要嘛就賴清德出來搞一下 對吧 中共打一下或怎麼怎麼的 嗯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我們看起來啊 我自己覺得啊 呃 台灣如何挑釁 嗯 挑釁 嗯嗯嗯 怎麼習近平不為所動 嗯 對吧 那賴清德怎麼挑釁習近平的不為所動 那美國就想想要不讓韓國人去搞一下 看看那個那個80後 是不是年輕氣盛嗯 嗯嗯 要搞嘛 對吧啊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看是看這個國際局勢啊 就就是從歷史上來看 嗯 那還是三把尖刀的問題 那所謂的三把尖刀是什麼 嗯 越南以前的越南是一把尖刀 這個尖刀已經拔掉了 現在越南跟中國大陸很好 嗯 這個尖刀已經拔掉了 所以美國呢又搞出一把尖刀 叫做菲律賓 對吧 在東南亞 這把尖刀刺向南海 第二個尖刀叫台灣 嗯 第三個尖刀的草鐵 尖刺向東北 叫叫韓國尖刺向東北 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呢還是三把尖刀理論 對吧 那那這 那那那那美國搞來搞去 七十多年過來 還是這三把尖刀理論吧 對吧 那那你這三把尖刀 菲律賓看起來這個刀也刺不出來了 對吧 海警船都幹不過 看起來這個內心的這把刀骨也刺不出來了 對吧 因為習近平不為所動 對對對 那現在唯一能刺的刀可能就是韓國 嗯 對不對 那其實整個東亞以及東南亞 任何一把刀刺出來 就能讓整個東亞的 的局勢變得動亂 嗯 整個東亞加東南亞的局勢陷入混亂 就能導致美國的經濟向好 整個東亞和東南亞的經濟非常不穩定 至今外逃 對吧 那無非就是這個事情嗎 嗯 所以 對 所以韓朝呢 要看 然後耐心得要看 那如果 耐心得 他真的想把這把刀刺出來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方法 嗯 比如說 比如說聯合利劍這個事情 剛才你不是問到我嗎 對 那離合利劍很簡單 13個小時就結束了 然後覺得我有攻台的能力 對吧 然後我隨時可以轉化成戰爭 叫以訓 叫叫什麼 軍演可以轉戰 對吧 叫軍演轉戰的能力 對對 訓轉戰什麼的 隨時轉戰 對 轉成正式行動 對 對 就是軍演轉戰的能力 就是什麼軍演轉戰的能力 嗯 這個很簡單呀 耐心得明天搞一個什麼 堅實立頓的行動 對吧 我也搞個軍轉戰的能力 展示一下不就好了嗎 要幹嗎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不行 管閉林在殺幾個漁民 其實耐心得可以操作 那問題是 這把刀誰先刺出來 看起來現在韓國在刺 什麼 嗯 比如說這把刀誰先刺出來 誰的資源最多 嗯 就是說 如果就像當年朝鮮戰爭是一個道理啊 就是當年朝鮮戰爭 韓日韓國和朝鮮先開戰 就南那時候叫南韓北韓 南朝北朝對吧 嗯 那這個南朝鮮戰爭先看戰 先打起來了 那我們中國所有的資源全部奔赴鴨綠江 嗯 去打 看本援朝了 對 那台灣就很爽很爽活下來了 對 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把刀 現在叫形勢已轉嘛 嗯 就是說誰先把這把刀刺出來 北約就支持誰 對 所以耐心得也叫啊 天天跳啊 說我要刺啊 嗯 那刀刺出來好像大陸也不管的 嗯 你這個刀如果是讓韓國先刺出來 北約肯定是支持韓國先 對 如果是台灣先刺出來 北約是支持台灣先 如果是菲律賓先刺出來 那就是支持菲律賓先 菲律賓現在看起來是不想刺 對啊 他沒本事啊 嗯 菲律賓現在 菲律賓看起來是不想刺了 我覺得 他的刀他都收回去了 他不想刺了 嗯 現在唯一的這個刀誰先刺出來 是要看到底是韓國刺還是台灣刺 但是現在看起來台灣這個刀 大陸不接 嗯 韓國這個刀朝鮮好像接了 又好像沒接 搞不明白看不清楚 嗯 但是但是有一種可能 韓國刺出來 台灣刺出來 菲律賓刺出來都沒人接 那美國其實也很無賴 嗯 對吧 國際局勢就這個樣子 嗯 我自己認為從更大的環境看 還是三把尖刀的問題了 嗯 就是哦 所以從這個國際 這個就是美國的國際的日本盤來看 他反 他就是為了要吸收這個國際資金 就在東亞就搞混亂 那他就可以吸金了 哦 就是這樣 就他的所謂的國際吸金 因為是這樣的 美元朝息在這麼多年 他是行之有效的 嗯 就是他漲潮的時候錢進美國 嗯 他漲潮的時候錢出入美國 嗯 這是這是客觀規律 我們我們都能明白 嗯 包括我們為什麼在股市裡面 我們現在翻江到海去賺錢 那是因為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嗯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但是在最近的五年到六年的時間裡面 美國他為什麼不敢講習的原因 嗯 是因為他知道這次的朝息 有可能泛出去就回不來了 嗯 嗯 他這次的朝息他不能出去 因為他一旦到了中國 到了日本 到了東亞 他有可能這筆錢 他就回不了美國了 嗯 因為中國直接把他投入到基礎建設裡去了 嗯 哦 把他拿到什麼什麼非洲啊 拿到什麼一帶一路啊 ok ok 他可能這個時候 所以他不希望這個錢 通過朝息回不來 嗯 但是你看到他一降息 中國一開始刺激股市 外資瘋狂湧入A股 嗯 他發現這個朝息真的有可能回不來了 嗯 所以他馬上第一發布假消息 說我不要講習了 我繼續要展習 嗯 懂 慫恿 什麼台灣啊 什麼菲律賓啊 嗯 什麼朝鮮啊 去攪亂整個東亞的局勢 對 讓東亞讓別人覺得東亞是火藥桶 不安全的 那就不要去吧 嗯 ok ok 我自己的認知啊 就是我最近 我因為我在韓國 我感受特別深 我說韓國剛回來 嗯 okokok 好棒 太棒了 這個大了認知就是不一樣 現在我們可以從這種 這種角度去看這些問題啊 這個是更大的 真的叫大棋耶 他媽的 美國真的是在下大棋 他很 他很擔心這一次的朝息是不成功的 嗯 就是說如果今天一般朝息 比如說打底盤啊 我隨便說個數據 比如說5萬億美元 嗯 他朝息收回來了 嗯 比如說那個朝息出去的時候 5萬億又飛出去了 嗯 按照以往的邏輯是 三年後他又回來了 嗯 但是他現在很擔心 三年後他回不來了 他怕他他放了高利貸收不回來了 講白就是這樣 對他回不來了 他回不來了 那這些錢在哪裡呢 有可能在馬來西亞在做高鐵呢 嗯 有可能在非洲在做公路呢 嗯 有可能在中東在做港口呢 嗯 對吧 有可能在俄羅斯在挖 挖油田的 有可能在北極在開拓寒道呢 出不來了 對吧 那朝息一旦失敗 美元霸權就崩潰 嗯 美聯儲一點招都沒有了 那不行啊 這種事情不能出現啊 那錢往哪裡流呢 東亞 東亞流 東亞呢中國和日本 對不對 嗯 所以那那問題就是日本怎麼接收 我不曉得 因為我最近沒有去日本 因為跟日本企業家溝通啊 但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A股 剛開始漲的時候那是外資萬利 瘋狂的湧入啊 但是現在有 有其他的媒體會說那是來做空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因為畢竟現在是個震盪盤 沒有人知道 嗯嗯 因為資本它永遠是助力追求增長的 如果你能實現增長 它就會流下來啊 嗯嗯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們的體育感啊 這個事情上次我也跟你說過 就是我們的體育感是什麽 股市呢 它只是表達一方面 在社會主義體制裡面呢 股市是一部分 但是股市絕對不是帶動經 經驗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部分 嗯 那股市凡市 對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消費市場 對吧 那我現在是覺得 我自己投資的消費市場在狂展 比如說我投資的奶茶店 我銀額能翻一倍 嗯 我的咖啡店銀額也能翻一倍 嗯 那我自己覺得消費在增長 嗯 當然這個消費的增長 有可能是股市帶來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但是我是覺得 那消費確實是在增長 嗯 嗯 那這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所以我也看不太明白了 我良心說了 嗯 我也看不太明白了 我現在看到的是股市是增長盤 樓市呢 呃 樓市呢 它有可能有一點散展 但是不大 但是我也不認為一定要救樓市 因為樓市它是毒藥 就是它 你漲到什麼程度是個問題嗎 就我今天還在跟別人分析這個問題 嗯 有人跟我說 因為我有朋友是做政府生意的 他就跟我說他說樓市要回來 樓市回來以後他們就有錢了 哦不是我不這麼認為啊 因為我覺得 你樓市你漲到什麼時候是個頂呢 第二個 中國的樓市還有成長的空間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中國的城市化還不太夠 就是我們的城市化跟日本比還差很遠 嗯 可是如果我們完全的城市化 當我們把上海和北京打造成一個五千萬人的城市的時候 六千萬人的城市的時候 那是對的嗎 因為人類社會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城市 嗯 我不知道嗯 我不知道啊 要不要這樣去做 嗯啊 當你這樣去做以後 你城市化更加的發展以後 你創造了這個城市居住的需求嘛 對吧 那你創造城市居住的需求 你的房價一定會漲 但是你創造完了以後 面臨什麼樣的一個局勢呢 不知道 日本就這樣呀 是 我去年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很多城市人都沒有啊 嗯 全跑東京去啊 嗯 旁邊那些城市裡面真的是 真的是人煙寥寥啊 嗯 但你沒有人的時候 嗯 你其他這些區域 人類的生活狀況真的是這樣嗎 嗯 全部在東京嗎 我不覺得是這樣 嗯 我不曉得應不應該是這樣 這些東西都是人類在探知的問題 因為人類從來沒有產生過五千萬人的城市 是 OK 啊 對這都是這都是我們所面臨的一些未來 整個人類都沒有面臨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解決這些整個人類所沒有面臨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制度就是OK的 嗯嗯 好 OK 好 那個 非常謝謝這個 霸佬分享 今天講了好多 你好久沒來了 一來就跟我們好好分享一下 跟我們補課 最近 我今天沒有系統性的講話 我只是講我最近的一些奇想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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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下次下次再來 下次再跟你約啦 我一直要跟你約 約直接專題連線的 對不對 你都沒來 嗯 然後你這是我沒有做任何的準備嘛 沒事啦沒事啊 你這是什麼大頭照啊幹 他是賴清德嗎 蛤 你這個大頭照是賴清德嗎 是啊 AI做的啊 黃帝啊 賴黃帝啊 好 你也知道我的偶像是賴清德 不錯不錯 我也是喔 我們都是 我覺得賴清德應該馬上搞 馬上搞一個聯合利監的 對立面叫聯合監盾 馬上搞一個聯合監盾的經驗 他真的不敢欸 我跟你講這民調絕對爆 他不敢啦 他不敢啦 民調爆了 他的辦公室也爆了啦 都說真的都爆了啦 他家也爆了 好啦那個 你現在在哪裡 在重慶還是在深圳 我今天在合肥啊 好啦好啦 回老家了 你啥時候來啊 有空我們約一下好不好 我們再約一下 有空 你上次來大陸 我到重慶接待你啊 你到大陸 你下一次我就要重慶接你了 好啦 我就不去上海 我看看那個 我怎麼安排啊 因為重慶我也想去啊 但是因為 畢竟我去北京上海 還可以辦一些事情 我去重慶就 就真的是變得是旅遊觀光了 不過我還是可以拍片 重慶可以 重慶可以拍片啊 好 我規劃一下 我過來我跟你搞個專題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最近不是說台海要打仗嗎 很多企業都在往成都重慶搬啊 真的啊 都來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啊 我規劃一下 有廣東有這種傳言 你規劃一下 我們規劃一下私聊 而且重慶是我們那個民國政府的陪都 中華民國的陪都 對啊 去看看解犯碑啊 對啊 真的 那個解犯碑是講究實搞的 好 也好 好 可以重慶約一下 可以 而且聽說重慶女生不錯 下次來重慶成多 重慶女生不錯 或者到福利也可以 好 重慶女生不錯是吧 聽說 因為重慶天天爬坡山坎 好 可以 我們再約 好吧我們再約 再約 好 謝謝你 OK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來 我來謝謝這個YT的Donate 謝謝這個Simon 謝謝Simon10 謝謝 好來 看羅尼來了 羅尼要不要聊聊天 羅尼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我會把你做配合 會員嗎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是嗎 我會不會 他們做一個新的會員 對